因为嘴馋而吃了邻居的大黑狗 没想到这只大黑狗价值88万元 据了解男子肖先生是做生意的 平时呢就非常喜欢狗这种动物 家里也养了一只大黑狗 这条大黑狗在他的喂养之下 那是长得一个彪肥体壮 乌黑正亮的 巧的是他喜欢狗对狗百般宠爱 但是他的邻居刘某却非常喜欢吃狗肉 更是从不会错过育林狗肉节 这两个人碰在一起明显会出现纠纷 毕竟一个吃狗一个养狗 不过一直以来两人倒也相安无事 直到有一天 肖先生的邻居突然间想吃狗肉了 邻居经过肖先生的家 就看到肖先生养的那条大黑狗 顿时心里有了想法 邻居趁着肖先生家里没人 就偷偷溜了进去 然后把肖先生的黑狗给带回家 顿了吃了 这时候肖先生还不知道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先生回到家之后怎么找也找不到了那条大黑狗 于是调取了监控 结果从监控里面就看到自己的狗被邻居给带走了 发现这一情况之后肖先生立即带上狗的血统证明和购买记录购买发票证明找到有关部门 肖先生的邻居可能不知道就因为自己贪吃 将要承担起赔偿肖先生88万元这样的巨额代价 估计这顿饭会让他终身难忘 对于吃了一只狗要付88万元 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